欢迎来到我们的电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看待苹果在中国的最新动态 4月南米 多五二月份 中国的iPhone销量较上个月下降了约三分之一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上周访问中国 试图改善与中国消费者和政府的关系 这一切是在有关中国一些政府机构和办公室 禁止使用iPhone的传言之后发生的 尽管中国政府否认存在此类规定 接着我们转向加州 那里正在为可能的政治变革做准备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正准备为该州的气候政策辩护 特别是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话 加州一直在制定法律战略与工业界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 以维护其环境议程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不确定的政治氛围中 保持环境沉默的有趣案例 最后让我们看到泰国的汽车市场的疲软 泰国汽车市场的疲软 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深度折扣来刺激需求 泰国的汽车销量在1月和2月份下降了26.15% 汽车制造商现在在汽车展览会上提供大幅折扣 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在经济疲软时期刺激汽车市场的案例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月份 中国的iPhone销量较上个月下降了1.3 南海者问 根据官方国家数据 苹果在中国的iPhone出货量在2月份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3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上周访问中访问中国 试图改善与中国消费者和政府的关系 库克还会见了三家主要苹果供应商的代料 包括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iPhone出货量的下降是在有关中国一些政府机构和办公室 禁止使用iPhone的传言之后 尽管中国政府否认存在此类规定 加州正准备保卫自己和国家免受特朗普2的侵害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戈文·纽森·纽森·加州州长 被为该州的气候政策辩护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在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 加州的电动汽车EV计划将成为废除的目标 该州一直在准备防御 以为后期环境议程 该州一直在制定法律战略、工业界和其他国家建立联盟 并在外交舞台上展示软实软实力 该州此前已起诉特朗普政府136次 其中一半以上的案件至少取得了部分胜利 加州还试图在5月22日的最后期限之前 获得环境保护署批准的所有清洁空气法豁免 以推翻国会审查法下的联邦规则 随着泰国汽车市场的皮软电动汽车制造商提供深度折扣 日经亚洲 泰国两年一度的汽车展览会在曼谷开幕 而经济疲软的绩效也开始显现 由于消费者战务高企 融资条件更加严格 以及市场上车辆供应过剩 碳量供应过剩 泰国的汽车销量在1月和26 美收回的汽车数量增加 导致二手车价格下跌 电动汽车进口的增加 也对国内生产造成了影响 为了刺激需求 汽车制造商现在在汽车制造会上提供大幅折扣 苏丹实施封锁措施 因为酷热天气导致学校关闭 英国每日电讯 蓝苏丹的一次热量迫使学校和医院关闭 预计气温将达到45度 远高于季节平均气温 也远高于典型的最高气温43度 外国容易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还遭受了能作物欠收和资源争夺的冲突 这次热浪由232024年2024年 厄尔尼二现象加剧 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厄尼诺现象之一 导致高温而天气模式紊乱 高湿度使人体散热更加困难 这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严重风险 周三分析师上调和下调评级 加拿大环球邮报 National Bank Financial分析师 Tameron Dawkinson对Tia 马云之National保持中性观点 因为该股的估值接近供应价值 Dawkinson表示 卡车运输行业的同行倍数接近峰值水平 尽管该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运记批软 但可能会受益于下半年货运市场的改善 他还指出了几个潜在的盈利驱动因素 包括成本降低和收购特种卡车运输公司Dacity 他说这本是对美股收益增长的保守估计 Dawkinson预计如果Tia发产分为两家独位的上市公司 其估值降有所改善 但他表示这可能在2025年中后期之前不会发生 根据他对2025年的预测 Dawkinson将Tia发股票的目标价 从209加元上调至222加元174美元 中国电动汽车今年将占据欧洲市场四分之一份额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交通与环境组织提的数据提的数据 到2024年中国电动汽车EV品牌 在欧洲EV市场的份额可能达到11 到2027年可能达到20 2027年可能达到20 2023年中国EV进口的欧盟的销量 占欧洲EV销量的19 其中只要包括在中国制造的 特斯拉达西亚和宝马汽车 听预测 今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25 这一分析出现的同时 欧盟正在考虑征收进口关税 以抵消对中国EV行业的补贴 计料是欧盟的关税应该伴随着 推动欧洲EV市场的努力 中国的EV市场是全球最大的 去年在中国销售了约540万辆 逆比而欧洲销售了230万辆 沃尔沃汽车刚刚制造出 其最后一款柴油车 彭博社沃尔沃已经生产了最后一款柴油发动机汽车XC90 因为该公司将在2030年之前过渡到只生产电动汽车 此举正知全球对电动汽车的需求降温之际 沃尔沃仍将生产汽油发动机汽车 2017年该公司成为第17年 该公司成为第一家 承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动力汽车的主要汽车制造商 此后推出了多款奔合动力和全电动车型 齐一名会议美国首席执行官 金融时报中文一代常为金融时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 在北京会见了一群美国首席执行官 只在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人民大会堂举行具体细节稍未透露 此次聚会是在中国发展论坛之后举行的 美国高管参加了该论坛 但欧洲首席执行官未受邀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乔拜登在11月份进行了双边会谈后 中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稳定 但紧张局势仍在升级 为什么埃隆马斯克需要中国 纽约时报特斯拉面临着在中国的挑战 因为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正在获得市场份额 并成为美国和欧洲的安全关切 这与特斯拉最初在中国建厂时受益于政策变化 和与高层领导人接触的情况形成了对比 在加利福尼亚州 特斯拉通过项目法达到污染目标的汽车制造商销售排放配额获利 白公司的游说者鼓励中国采取类似的政策 特斯拉开设上海工厂后 通过这一中国这一政策赚取了数亿美元的配额 转向中国拯救了埃隆马斯克 但也将他与北京绑在了一起 纽约时报特斯拉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因为该公司在中国市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审查 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审查 最初特斯拉与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 获得了让该公司在中国建立强大存在的让户和补贴 然而特斯拉现在面临着来自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日益激烈的竞争 正在失去在市场上的优势 此在市场上的优势 此外特斯拉与北京的密切联系 引起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审查 公司转向中国使其处于一个不稳定的位置 并凸显了在中国市场运营的挑战 今日股市亚洲股市在华尔街从历史高点回落后出现分化 点而虎周三 此前华尔街距离创记录的最高点有所下 尽管中国央行长在北京举行的高级商业会议上表示 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正在显示复苏迹象 并且数十家开发商违约的影响有限 但中国股市仍有所下滑 现代汽车将在韩国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大力推动电动汽车发展 雅虎现代汽车计划到2026年在韩国投资超过50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用于推动电动汽车EV的开发和生产 该汽车指导商计划在韩国创造8万个就业机会 并建造三家新的电动汽车工厂目标市道 2030年将该国的年产电动汽车数量增加到151万辆 该公司还将投资基础设施 软件 电池技术和自动驾驶技术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传业媒体智库 专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并不能作为任何角色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opreform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opreform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